战国后期,秦国用十年时间消灭其他六大诸侯国,结束了自从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混战局面,史称秦灭六国之战。 十年看似短暂,秦国如何凭一己之力,推翻大洲王朝历经七百九十一年的宗法制度? 为什么在战争中野心勃勃的秦国没有受到其他六国的围攻? 在六国相继被灭的过程里,谁对秦国举兵入侵抵抗最激烈? 一亿敌众面临的是凶险万分的状况。 今天我们用抽丝剥茧的方式来看看秦国是怎么蚕食其他诸侯国做到步步为营的。 周朝建立后,册封了七十一个藩属国,而秦国一开始并不在周朝藩属国序列。 大洲以血缘延续统治命脉,以关系远近划分社会等级,任人为亲就是宗法制度的精髓。 相传秦国祖先曾经治水有功被赐予英信,之后下朝君主对他们开放了些军权,方便镇受西部边陲,防止犬戎部落进攻。 在夏商两朝,秦人规模一直止步于部落级别。 后来,周孝王看秦人马养得好,于是招揽秦人成为附庸国。 所谓的附属庸国,好比主人与奴隶,没有自己的主权地位,一切以宗主国为命是从。 周天子将秦义赐给秦人做根据地,位于今天甘肃清水县东北方向。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秦国立国之初,领土横竖跨度不足五十里。 这面积大概没有如今一个村子大,不过秦人并没有因子而气馁,反而苦心耕耘。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周孝王丰火系诸侯,几把火烧光了宗主国所有威望运势。 于是,西周惨淡闭幕,东周黯然开启。 胡子一大把的秦乡公拥戴新王成功上位,周平王赶念其忠心耿耿,晋升秦国为藩属国,秦乡公积身诸侯,这是秦国扬眉吐气的开端。 身份是有了,秦国依然无法参与春秋争霸的赌军。 贫穷落后的国度没有像样的筹码,秦国因此被排斥在外,估计当时大秦君主比烟花还寂寞。 恰好秦小公遇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上扬。 商扬倾尽心血,建立中央集权的雏形,引导新的资本形式产生,他像看自己孩子一样看着国力健强。 可惜没逃过泄抹杀驴的命运。 秦王嬴政继位后,71个诸侯国在火拼中只剩下7个,各自捞了不少地盘。 秦国也从甘肃扩张到整个陕西和部分川树地区。 这是几代大秦国军在之前诸侯国纷争中混水摸鱼得来的。 嬴政颁开吕布韦以及烙癌两个绊脚石后,李斯献上倡议书,制定出一统天下的宏愿。 李斯的倡议正好迎合嬴政的野心,花下的归属就在几个人的谋划中一锤定音。 嬴政和他的幕僚制定分三层次逐个击破的决定。 首先拿距离最近的韩兆两国击刀。 韩国一直是秦国持续打击的对象,因为他遏制秦国东进的道路。 在嬴政大军总攻下,韩国稍作抵抗后就举其投降,表示愿意成为大秦藩书国。 嬴政不愿意在同一天下的道路上给自己埋下火根,他不信韩王真心归顺。 直接将对方收为俘虏。 韩国之后就是赵国。 秦国不想暴露实力与其硬钢,派出谋臣对燕兆两国进行离间。 燕兆陷入憨战后,又以支援燕国的名义将赵国团团围住。 秦国灭亡六国的过程中,出色的不仅是征战沙场的武将,还有联合纵横的谋臣。 赵国当时有名将李牧,这是南肯的硬骨头,一举击败秦将王俭进攻。 李牧有力挽狂难的气势,可依然变成秦国的踏脚势。 秦国谋臣在赵国四处宣扬李牧谋反的消息,骗局最高等级,大概是反扑贵真。 这么低级的手法,赵国君主居然信了,惊慌中杀了赵国唯一的希望。 公元228年,王俭连杀数名赵国将领,一路打到赵国国度罕旦,赵王开城投降。 秦国用三年的时间跨出战略第一步,继而保证第二步的稳健。 拿下魏国在秦国第二计划中如探囊取物。 魏国在各国混战沙发中,只剩下空壳,秦军拿下得极其轻松。 楚国是对秦军侵入抵抗最激烈的国家。 秦将李信一位自负,自认为二十万军队可破储军主力,结果自己差点沦为俘虏。 楚国能战的程度远远高于赵国。 后来王俭动员六十万兵力,占据帝市构筑军事,以固守的方式缓慢应战。 面对王俭不虚不计的作战风格,楚国大军活活被耗死。 不过,楚人的倔强是写在骨头里的,举国抵抗是楚国人的共识。 楚王被俘后,楚国子民不服起秦国统治,暗中四处搞破坏。 大量秦军在暗算中伤亡,于是嬴政下令剿灭楚国上下,做到鸡犬不留的地步。 楚国人在悲痛中留下王秦必处的预言。 时隔一年后,王俭和新盛采用迂回作战的方式在河北击退燕军抵抗,顺势拿下燕国首都继承。 期间发生了件秦国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太子丹曾派死士荆轲刺杀燕正,燕王觉得是太子丹触怒秦王引来兵祸,于是吓赵杀了儿子,还把首级献给燕正求和,以保燕国免于亡国。 说不知,秦国目的就是灭亡燕国,并没有掺杂其他任何倾诉。 最后的齐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五个国度在自己眼皮下灭亡,犹如无悲无喜的尼菩萨。 有诸侯向其王讲纯王齿寒的道理,并没有得到回应。 齐国上下在秦国谋士的收买下,只有卖力讨好。 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军犹如走进无人之境,濒临国都,齐王在宁臣诱导下不战而降。 他或许是最惨的一位国军,以恶死为结局。 燕正推动的这场秦灭六国之战,在策略上与进攻的步骤相反。 最开始用金钱是对燕国齐国大肆麻痹腐蚀,以武力威慑楚位,对韩赵两国则是大刀阔斧。 文公武略,用软硬不同的手段逐个分化利用,将孙子兵法中原交进法权势的淋漓尽致。 十年完成中原统一后,秦王嬴政始终在开疆阔土的道路上一路高歌,先后拿下北方匈奴和南疆百越。 在同时代,没有谁比大秦的国土更辽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